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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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For News Hi 大家好 今天這個影片就是Unbox這個東西 沒錯,今天就是要拆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相信大家都知道這個品牌 這個是一個品牌的雜翅 是不是很不像雜翅呢? 今天它是送了這個包包 我不知道它怎麼把這個包包放在這個盒子裡 所以你看看,其實都很漂亮 沒錯,我是在Kinoponia買的 其實我每一年都有賣的 這個是Autominder的collection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其實它有出很多種的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很想拿到的東西 其實 在還沒拆箱之前 這個就是我去年賣的collection 沒錯 其實它有出很多隻的 所以我是看到這一隻 這個是2018Spring的collection 也是一本雜翅 也是一本雜翅 其實裡面是有什麼呢? 裡面都是說他們的train 三褲的造型 是怎樣的 對 其實整本東西都是bip 這一本東西是送什麼呢? 沒錯 這一本東西是送銀包的 是不是很有趣呢? 其實我剛才打算是一般的 但是它的collection 是挺不錯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銀包 它的品質是不錯的 感覺到它好像皮的感覺 它是不是皮 我覺得它是VVC 不過它好像皮的感覺 其實你看清楚 這個手工是挺不錯的 跟這名牌一樣 是很仔細的 它背後是這樣的 看到嗎? 看到嗎? 雖然這些是比較 但算是不錯的 如果是free的 這個會比較 你自己要take care 我覺得都很容易脫掉的 那麼 背後是怎樣的呢? 裡面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它是這樣的 一個button開上來的 那這裡有它的logo Baiting是1993年的 那你看一下 其實它雖然是送的 其實它的 快一點其實也是不錯的 這裡是W1 它是很軟的 那這些是 就是切出來的feel 好像平常用名牌的Bait 那為什麼這個Bait 其實我有沒有用過呢? 我是有用過的 其實用了一段時間 其實也挺耐用的 當然它是比較深一點 那如果你是放銀子的話 可以放得很深的 因為那些日本Yen 其實是到這裡的 但我覺得我令馬幣比較小一點 低一點的 如果你有試過拿銀包裝日本Yen的話 拿半地的荷包 它的日本Yen是突出的 那這個就是你的銀包 對 不多說了 其實也很簡單 那它是銀包裝 哇 哇 發財啊 想不到 在這裡可以找回來 我這半年來不用煩了 這裡最少吃半年了 多吃半年了 就是 不要 那 你 先把它拆開 拆開後就是這樣 究竟裡面是怎樣的呢? 看看有沒有可以拆開 看看有沒有可以拆開 這個就是裡面 最新的 對 然後這一面就是那個袋 不過我發現它瘋死了 所以這整本都有一本輸入 包括這個盒 對 還有辦法 在旁邊打開,難怪它瘋在這裡 好 我們拆一拆 嘩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背包 其實都很大 一般上是很普通的 都是一個黑色的 背包 還有車線 搭到你了 挺不錯 對 不過你說 跨裂一點 這個比起荷包來說 這個比較 比較薄一點 這個位置 但是拉鏈應該不錯 對 這個是特別一點的 它沒有東西掩蓋 這個 所以它直接看到拉鏈在外面 那裡面的空間 真的很厲害 這邊是厚的 不錯 那這裡寫了什麼字呢 這個就是最出名的標誌 Ape Shall Never Kill Ape 這個呢 嘩 嘩 先拆一下 對了 是一個很厲害的 背包 那裡面有沒有空間呢 裡面是沒有的 哈哈 哈哈 等一下看完 沒有任何空間的 但是你要買另外的 背包 放在背包裡面 哈哈 OK 買來收藏 BAM 你們看過沒有? 蛤? 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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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